老大 狗狗 为了教育她这臭毛病 我把吃饭贼丝问的培根召来了 行 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咱们周日做 一定要来啊 你咋去做什么 吃 培根 吃什么不重要 关键是我想让你学会怎么吃饭更优雅 优雅呀 优雅啊不是娘 培根我打算自己做 不做不值到 一做 免得这么简单 做了十分钟 一定要揉摇到位 再放到冰箱 冷藏一周 颜色看着不错 现在要洗干净了 动一下比较好切 哇四块能切这么多片 你以后都不用买培根了 先模仿个培根的经典动作 毕竟我也是个优雅的美食博主 他应该知道我比较爱做小吃吧 所以今天 吹骨的鸡腿 用火腿肠假装一下 过一寸这是片后 培根上场 这么交替编织成一个长缝吗 再把鸡腿裹进去 像不像个鸡腿手雷 我这创业是不是能摆个摊去 丢进烤箱烤个三期二十分钟 哇这烤的 我都得给自己点个赞 怎么这么有才 切的时候就能感觉到 屏幕前面都留了一滴哈辣子 哇外焦里嫩 再淋个甜辣酱 这就是我给培根做的 培根鸡腿 我还有菜呢 这个老厉害了 用椰浆调鸟肉馅 顺一个方向 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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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煮了四分钟的糖心蛋包进去 太大是个肉毛蛋 再用培根缠个十字肉带 就可以丢进烤箱了 哎呀妈呀太香了 冲着这个交叉的十字 再减一个十字 蛋就露出来了 香甜口味的沙拉酱 青海苔还是上次花花 做钊鱼丸子拉下 正好帮我的培根牛肉丸子 拉高颜值了 哇怪不得这个小吃每次都排队 这么满的酱汁配着肉蛋培根 你待会好好学着点 我今天这样光了 最给培根准备的 天天大餐 令人不失的瞬间 我走在场街上 我走在场街上 我不要了 没事 我走在场 我走在场 哎 咋乱细小场 慢慢吃啊 我吃了 我吃了 哈哈哈哈 夜黄脆肉长强 哎 都滴上来 哈哈哈哈 不不 继续吃啊 他吃这么少 你快 不好了 我不好意思 夜黄脆 走开 哎呦我去 我去 哎呦我去 哎呦 哎呦 你都一直这样 哎呦 又五百只 你确定是我家的 这什么情况 是是是 我说你不干嘛 今天可值得庆祝了 耳朵三门都九十多分呢 啊 嘖嘖嘖嘖嘖嘖嘖 把我毕业口成绩下来了 我看你 体育满份 与数学三科门门九十多分 我不是怕五百只你吃的腻吗 我那是吃了五百只小龙虾吗 我那是体验生活 体验生活 我有办法了 就用这五百只小龙虾做出 酸甜苦辣的味道 不就能让它深刻体会到生活的味道了吗 先把这五百只彻底清醒干净 这必须得够活了 快点处理 他们挂了 可就不能吃了 首先来个酸口 第一个一百只只需要虾肉 但是这虾黄可是好东西 碎虾线就是掐尾巴中间那片 一般一扯就出来了 就剪开再会好拔 穿过水两分钟捞出来 赶紧就到冰水里 这样肉质还是很Q弹的 冰个十分钟再给这一百只扒壳 倒也不费是手有点酸而已 这壳比肉多多了 说酸口 首先我就想到了它是宁虾 而且这小子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居然居然能吃辣 这道菜的配料是灵魂 多种食材的叠加 再用调味的黄金比例调和 抓均匀放明香烟几个小时 那味道酸爽绝美 现在开始做甜 这次要处理两百只 因为后面的苦要用到一百只 好在这次只是要出个虾线 再统一张个十分钟 那真就了肉质就松了 这个时间我得赶紧煮个冰糖化美水 煮开再放点香料 再煮十分钟 那正好的虾也得赶紧洗个凉水澡 虾肉才可以谈嘛 凉凉的化美水 加冰好的红茶 苦的话只能小到苦瓜 大夏天的吃点苦瓜也是极好的 焯过水也就不那么苦了 再用牛蒙雪碧糖增个味儿 就像生活一样 苦中带甜了 最后再把这小龙虾泡到碧绿的池塘里 也浸泡会儿 辣就得用塌了 女灵机送的铁锅 来炒着第四个一百只 香辣小龙虾那是不能缺席地 我的秘方是先过个油 这个做法就不能提前去下馅了 张文再重新炒油 葱家饭爆香 家里没直接的料包了 那火锅底料加皮线辣酱 贵的也是一样的 炒香再把小龙虾整个丢进去 再调个味儿 足盔着铁锅 才得一锅炒这么多 哇塞 香味已经飘满屋了 最后盖盖焖个20分钟 丢点配菜也就齐活了 最后一百只炒了一锅蒜蓉的 让他知道生活还有一种咸 拿着酸甜苦辣咸 就终于全部做好了 这着实费了我一番心思和功夫 但儿子整个小学阶段的酸甜苦辣 我陪他一起成长 现阶段总算是胜利了 值得庆祝 这么超过的吗 这么多 500只全都搞定了 我跟你说 虽然说你这次表现不错 但是你肯定不能骄傲 这都什么口味儿 我今天做的这个主题厉害了 酸甜苦辣 酸甜苦就算了 这就好啊 这说明生活先苦后甜 而且夏天吃这个还用去火的 辣我也喜欢 然后这个是甜甜咸 我告诉你们吃下手技巧 这个地方精华 嗯 你要是香辣的还有甜的 那吃下给我扒好就好啊 哦 累死我了 接下来就是 干犯人干犯魂干犯人吃饭得用盆 这不是干犯了 班主任给我发信息了 把成绩给我发过来了 二十七 哎妈不好了我动了一种病 怎么了怎么什么病啊 我动了一种不是发现病 什么病 我来不及了 你头发这么变白了 是不是发现病啊 这是在背上里找八种食物做出来的面 过去吧 胡萝卜胡萝卜 你向你翻八种食材 快快快 一包虾仁 鸡胸肉 肉馅 还有小块三芋 菠菜 胡萝卜豆 南瓜 还有点玉米 二三 四荤四醋 打个正好 先把这八种食材全都打成泥 不过菠菜要焯水 胡萝卜南瓜正手再打 现在用这八种泥分别活成面团 没准就别搞太多了 够一碗面就行 每种食材的细水性不同 所以配比也有差别 火得偏软一点 因为我要给他做他最爱的拉面 面团抹油风保鲜膜 杏面一定要久 八种食材面团放到冰箱冷藏 着急也等两个小时以上 先试个菠菜的 不能揉面 直接赶开 切成粗点的长条 搓圆开辣 呀 很轻松就能拉长了 那就每个颜色切三条就够了 剩下的面团冷藏下顿吃 面一定要得现吃现拉才好吃 快速地把八个颜色全拉出来 就可以下锅煮了 也太小切心了吧 这种简单的拉面应该叫拉条子吧 口感特别筋道 面搞定了 赶紧给它调个料汁 夏天肯定是酸爽的雪碧 拌面 味道最好 调味就是醋生抽蚝油 随便生个气泡水一浇 就是最佳的外能料汁 再往着八仙面里面一浇 豪气量的香菜 不知道这是不是 儿子需要的八仙面呀 一碗面八种食材 每一口都是不同味道的组合 再配着酸爽的料汁 儿子 儿子 这面真好看 这一个还是南瓜的 没人摸串了 吃饭放了 我吧 这鱼还是黄瓜 每一口的组合都不一样 真是妙啊 好满足 你现在吃满八仙面 感觉怎么样 啊 啊 啊 给他吃 给他吃了啊 你这头发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给他就是凶了 合理 让你多过去一大 好看吗 我也想吃那个 想吃那个 原来是产雪花酥啊 好好好 我给你做 给你做 让我给你做个高级的 做好雪花酥 材料时关键 需要优质的进口棉花糖 韧性的小圆饼 天然无添加的冻干草莓 材料备齐开始了 开小火 放40克黄油融化 160克棉花糖 小火慢炒8分钟 成拉丝状态 再放40克奶粉 5克抹茶粉 翻炒到完全融合 关火 再把130克小圆饼 60克坚果 30克冻干草莓 统统丢进去 快速翻拌 带隔热手套 再撕拉几次 使棉花糖裹得更均匀 然后放到撒了一层奶粉的容器里 使劲碰压成形 最上面下一层奶粉雪 冰箱冷藏到凉透 切成小块 这个高颜值 高升价的 大颗草莓 口感酥脆松软的 雪花酥就好了 嗯 好食材做出来的 真好吃 我从永远吹斗鸡片 准备用我一根 哇 哇